词曲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录音》厂堂 本星周末周日不受殖忘 星期六沙田有日马赛事举行 但跑完日马赛事后 去到星期日 又有由日本那方面 转播来香港的越洋赛事 我们今次的赛事 就是第一次去做转播的 就是这个日本秋华赏 秋华赏究竟行什么赛事 我们稍后再说 因为提起日本赛事 大家就会很着弱 因为香港很多雷粉 莫雷拉的粉丝 大家今次可能令他们失望 原本今次转播赛 都有莫雷拉粉 但是刚刚早前停赛 犯规之余 但最新消息 在日本第一次考试 莫雷拉肥脑 去考日文吗 这是第一次 关于刹期的英文的事 但都未达乎要求 其实都难的 因为看到很多不止莫雷拉 甚至本土日本 其实考试 都是只有一个合格 这么难考 他知道就是 7号赛了考试 原本莫雷拉 预订了大海之旅 有份跑 现在就没办法 要换人 雷粉就没了 但是也有其他粉丝 还有两个 雷粉 雷粉 要这么说 一个入一个出 因为上次在短途马锦彪 那天 杜满来就停赛 莫雷拉就跑得了 但今次又倒转了 莫雷拉停赛 杜满来回出来 所以这两位骑士 一个入一个出 看来对大局也有些影响 那我们回到这场 日本的秋华赛 当然是日本秋华赛 我所知 是 黎马三冠 当地的黎马三冠赛 最后一关 那这一项赛事 其实历史是否很久 今届秋华赛已经第23届举行 比较久 是1994年举办 去到1996年取代铝黄杯 成为日本千马三冠的美关赛事 因为原先就是铝黄杯 后来铝黄杯 只要开放给四岁或以上的马跑 而秋华赛就做了美关 但是近年的赛事 其实都是大震撼的子字 可以说是大震撼的女儿 她的成绩就相当不错 希望有五匹马 可以蟬断 就是三汉赛事的盟主 尤其是櫻花响 就是日本黏马的打比 就是现在的橡树大赛 所以这几行赛事 三关过势是挺难的 但这届有一匹马是有机会的 没错 我们说一下三关赛事 如何是这么难 櫻花响是在板神跑的 板神竞马场的1600米 第二关要很特别 跑橡树大赛是东京 跑2400米 在春季举行的两行之后 来到秋季就剩下这一项 就在哪里跑呢 京都竞马场 跑2000米 隔了一段时间 屠城上似乎是中间 1600米和2400米 2000米是中间 有些朋友说 应该容易一点 能够跌2400米的关系 缩回来2000米应该容易一点 但京都竞马场 你也不要想 一定是这么必然 跑我才知道 起步没来 其实有点像香港的2200米 起步点 大概八至二百米左右的直路 就要转弯了 所以排档的关键也有影响 而且看完这一组马 几匹马 也有几多筷马在前面走 所以究竟排档排到哪里 我想都要想想 留意三关其实是不同的地方 分开关西和关东区 鹰花上在关西那边 关东就是东京那边 去到京都就是关西 又回来 那些马在马房不同的 美泡训练和栗东训练 在一场距离 就是将马云来输送 去到的效果如何 或者在东京 回来这边又如何 都要研究一下这些点 是 挺重要的 所以其实 不是单只只看图情这么简单 马走来走去 是两方地方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留意 不过 今届为什么话题会这么刺烈呢 就因为出了一匹过了两关 过了头两关赛事的马 这匹马叫幸木 鹰花上去就赢了 那像树大赛又赢了 而且赢得上来 很厉害的 没得跑的 这匹马跟香港的马迷 都有一些渊源后 之前 大家视望较早 多年前 他的爸爸龙王在香港 赢过两届香港短途 原来是龙王的女儿 看龙王的表现 这条片就怀念一下 就不是参考这次的赛事 也可以看回 因为龙王当时赢了短途 其实在配种之后 在日本的成绩 他的子女的弹性多 有短途 也有中长途的距离 当时龙王 记得 由1200到1600 都几乎无敌 在香港就掃了两届短途錶 他赢得离谱 都脱开了 香港短途錶 很少这样的镜头 旁边的独掌全权 为什么要看一看龙王 和这只女儿 杏木 可能也有点像 而且你看到龙王当时赢了 有点片进去 现在待会给大家看看片段 杏木 都有些类似这样的走势 就是撒开大步 但也会有点闪 所以好像成全爸爸 他闪还是闪 但还是赢得没得跑 逐条看 我们先看日本一千坚里大赛 就是櫻花响的片段 这场是1600 4月初跑 杏木在最外档 入直路 其实也很后下 而且这场赛事 有点厉害的对手 王子丁 王子丁 很厉害的马 最佳两岁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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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外档说上来 你看他的脚发不像这个 就是好像拐一边 有点闪 但是只推他 你见到马的平衡力 都不停地左脚 右脚不停地交换 转脚 这里又转了转脚 当时水准来说 杏木可能脚初起 因为这匹马 其实在日本输过一次 初出那场 大家看一段影片 那场就有点球棋 缩到很厚 后来人家走得了 先生生来迟第二 之后成熟了 都无敌 至今都没输过 难度也都相当大 因为你刚才看的那场 其实是一里赛事 好了 慢慢一跳 其实跳程都跳得挺 不是上千八 不是上二千 直接上去 跳了二千四百 已经闖第二关 都是挺高难度的 长树大赛 又是看一看 又是对上王子丁 轻油流畅 那一场也有份跑 结果又是在外档 其实组段也是躲得比较厚 进直路 也是这样 长树在东京跑 因为本身 郭知荣这个仓 就在美蒲分野中心 就不用去那么远 相对上 跟刚才櫻花相不同 但是你看到 拍上来 几部 拉斯的末段 六百米三十三米多 是很等闲 这些匹马 随时都可以开到 第三个王子丁 其实增情来说 好像有点吃力 之前有寄网 大家都 黄金巨像的女孩 但这些好像真是弹掉了 其实第二个匹 就是之前 在一千建年大赛 那匹 Lili Nobo 他没有份跑这场 所以我们没有中文名 所以说两关的头三名 其实都是那三匹马 而已 不过二三名的次序 就调转了 提到 联马斯 郭子榮 曾经 都 2010年 夏威夷了 其实他都试过 能够三关 可以超过联马斯 所以 他也是把握这场 看到了 龙王的女孩 但这场同场 很多都是大震撼 支持 其实赛前 那些传媒访问朋友 都问了 联马斯 为什么部署和夏威夷了 有点不同 夏威夷当时 就赢了两关之后 就在復出 跑了一场 那场是四 但是解释 为什么这只杏木 不做这样的部署 原来他觉得 杏木一只 一千零四十多磅的马 女 就是一只不太粗身 相对夏威夷了 一只过千一磅 大马 那只马要跑了 一定是肉身马 但是相对这只马 不是的 是很容易粗起的 所以部署在这次 有点不同 分别就在这里 就是轻身一点的马 而一出就跑二千 如果看过 千六突然跳程上二千四 那个能力 基本上是完全凌价 在其他对手之上 其实他成功闯到三关 应该都挺高的 历史上 其实这次 如果是杏木 做到了第五匹 对上一只是贵妇人 那只之后 赢了日本杯 其实很多传媒朋友 都觉得这只杏木 如果这次是顺利赢得到 去到日本杯 什么轻磅也有很大机会 因为事实上 在李慕华自己说 这只马应该是 现役日本的第一名 的痴马 那有些还要三岁 去到跑日本杯 不是很轻磅 他跑得到 现在看看 会不会有其他马 真的有机会挑战他 王智丁刚才我们也提过 最佳两岁的马女 就是上年的时候 不过这样 现在就在配搭上面 有比较大的变动 阿石桥之前 就受伤 离拜一 下跌了 所以今个星期 就要找了其他人 在配搭上 有点担心 但是他的跑法上面 我看来 因为他不用自己单头另放 这场这么多快马的场合 他有机会跟手在第五、六位 其实他也挺好跑的 这次是换了北川友 就是跑 这位骑士 还未赢一级赛 这位骑士 大家都会害怕 但是那个练马斯 崇永江湖很厉害 第一届的秋华相 当年是传说丢 就是他骑赢的 做了练马斯之后 红色梦想 当年拦截了迷人境 智三观的马后 所以 都不可以说 看少他的 突击的味道 其实如果掩住行目 这马的级数 又高过其他的一截 那就真的看看 今次落到场 看看行目会失准 甚至跑赢他 深了一点 之前那个伤伤就肿过 没有了热身 就是这样 希望可以落到场 可以交出水准 我们开着他 刚才第一节 先说这么多 下一节回来 有其他对手的马 下一节回来 跟大家谈